大家好 我是三叔公 今天要來玩風之谷R 是新的風之谷手遊 職業的部分有 劍士、法師、弓箭手、盜賊、海盜 其實只要風之谷出手遊我都會想玩玩看 也不知道是什麼魔力 以前已經出過蠻多款了 那這款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之後會出更多遊戲試玩及攻略 那我們開始吧 一進來遊戲畫面就直接可以創腳 創個劍士好了 進入遊戲 有劇情 來看一下 一個美麗的世界 好咧 異常出現 打破了這款遊戲 災厄降臨這片土地 世界陷入一片混沌 風之谷聯盟 風之谷聯盟 很簡單的劇情 就是要拯救世界 要風之島集訓 看一下 靠近怪物 自動施放技能 都不用手按 完全不用動手 每施放一個技能就會得到怒氣 怒氣技能 怒氣是要自己施放 大絕的意思 非常方便的遊戲 通常一開始遊戲都要先手動 過一下子才有自動打怪 這一進來就是全自動 風之谷其實也出了很多款手遊 以前我也玩過好幾款 反而電腦版的我只玩一下下 小時候只玩一下下就不玩了 這邊的時候開始有3D遊戲囉 就比較喜歡3D 反而近期比較喜歡這種2D的遊戲 裝備可以打造 看一下 太方便了吧 就直接一直按 我們整套裝備就有了 挑戰關卡 喔 它是有關卡 一關一關可以挑戰的 技能拖管 自動尋怪 1-3才會開啟 技能拖管要到10-11 自動尋怪就變成我們連 控方向鍵都不用了 就全自動的 玩風之谷就是最喜歡這樣 打怪跳出一大堆數字 輸壓 有了 自動尋怪 這樣就真的是全自動了 除了大絕我們怒氣 都是 不要手動開而已 直接開了 這5顆球就會直接 狂打敵人 可以強化技能了我們看一下 直接升5等 狂升等狂升等 怒氣招式也可以升等 突破 還可以突破 所以它現在 它這個是個掛機遊戲 我現在才發現 這個介面會有 每小時掛機 給的資源有多少 那就是這樣 畫面就會自己 一直自動打怪 然後一陣子再回來收獎勵這樣 原來這款是放置遊戲 好可惜耶 繼續挑戰關卡 強敵來襲 打王囉 王應該也不是問題 我被實化了 直接開爭議了啦 直接秒掉 紅技能手冊是什麼 等一下來看一下 紅技能手冊是拿來升級 大局用的 升級這個怒氣突破的 用的 這邊手除 還有送武器 第二天是 欸 SSR 這遊戲可以抽 寵物嗎 這個是什麼 防禦卡 看是之後會有一些 新的功能喔 繼續練上去 修煉場 修煉場 開啟 看一下修煉場在玩什麼 噢 匹配 這裡終於有多人的要素了嗎 不過這幾個ID很像機器人喔 防熱模式是什麼 消耗賺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多人的副本 對不對 還有三次的快速戰鬥 快速戰鬥可以快速或許200分鐘的掛機收益喔 這當然是打到越後面的關卡會越值得喔 先來試試看 用了會拿到多少 噢就直接拿到 就直接拿到 可以直接使用喔 第二次就要花賺了 我剛才沒錄到 我們打過3-2之後就可以去 這邊召喚 這個遊戲 抽卡就是抽寵物 我剛才抽到SSR 這應該是必中的吧 因為他剛才有教學的流程喔 那這隻應該是必中的 那我看一下機率喔 UR1.86% 碎片17% SSR8.87% 碎片60幾% 那SR寵物8.93% 所以很大的機率會抽到碎片 所以不太好抽喔 10次的話要2700的紅鑽 紅鑽應該是免費鑽的意思 那藍鑽是33抽 所以10抽要300 那這邊因為封測有送禮包 直接送了10抽 那我們就直接來 抽抽看 看這個機率怎麼樣 我們來抽限時猛寵好了 UR黑肥肥 OK 抽 GO 中個UR吧 中個UR吧 有沒有 哇 都是碎片 只有SSR 一隻SR一隻 因為碎片在同一尺喔 所以相當的難抽 那有寵物之後呢 你打怪他就會跟在後面 那他有一定的能力加成喔 再來就是他也有技能 可以幫忙打怪 那封之谷的試玩就到這邊 算是比較傳統的放置遊戲喔 那是封之谷的主題 其實休閒玩玩還不錯 喜歡封之谷的玩家 這款可以考慮一下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2 字幕仔